距离台北三四十分钟车程的石定 早年曾经开采煤矿 也是茶叶批发集散地 吊脚楼建筑 不见天街 百年石头屋 打铁垫 都是石定独有的特色 按摩卡一起到这个充满茶香 桂花香的美丽三层走走吧 车子开进没什么人的石定山区 突然路边停了满满一排车 原来大家的目的地都是许家手工面线 走进许家面线可以看到用红砖搭建的透天厕 庭院里有好多在做日光浴的面线 在蓝天白云下晒着雪白的面线 这画面好美好疗愈 店家有提供面线DIY的体验 要在网路先做预约 透过甩拉放面线甩动的光影 好美的画面 工作人员很贴心 会教大家如何摆姿势拍照 做完面线还有流水面的体验 一团一团的面线会从竹子做的水道流出来 手术要快才夹得到好有趣又刺激 下一站我们要前往实定一家IG热门的打卡餐厅 店外有个小停车场往前走经过福田居就到了 户外有雨棚的座位区 打造纯白色巴黎岛度假风 往下看还有小溪流 好接近大自然 在餐厅的旁边还有一个步道可以去走走散步 餐厅入口处有两只打扮很中国风的玩偶 蛮特别的 一楼是长条形的空间 用花瓣组成的墙面 很典型的网美风 走上二楼是粉红色系的空间 布置的很浪漫 这个窗前的高脚桌 很好的视野 很适合拍照 这里就像个小小摄影棚 让顾客可以在这里尽情摆拍 拍出美美的照片 我们点了两杯饮料 西西里咖啡 加了气泡水 以及柠檬 清爽好喝 下一站前往石定老街 我们把车停在矿车纪念桥附近 一地中是石定知名的店家 在当地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得过不少奖项 以桂花种文明 店面的旁边还有很怀旧复古的用餐区 石定老街分为东街及西街 石定东街是台湾少数硕博景城的不见天街 王室豆腐是石定人气店家 原本想来吃架豆腐以及豆花 想不到周日没营业 成继豆腐冰淇淋也是这里的特色美食 我买了桂花冰淇淋 吃得到奶香味 但桂花味蛮淡的 味在老街口这家福宝饮食店创立于1952年 是以道地的台湾料理闻名 不管是假日或平日生意都很好 美美饮食店是当地居民口中的老店 店内的招牌菜色是白斩烟机 老街里这家阿嬷麻糬假日生意很好 有冷冻柜的这边卖的是包馅麻糬 在左边靠西边的小摊是假日限定 卖的是没有包馅的古早味麻糬 我买了一颗花生麻糬吃看看 它包的是比较湿润的花生馅 我比较喜欢包干花生粉的那种 白年石头屋是到石定必看的特色建筑 建造于民国前六年 这里原本是林恒春中药铺 华藩大学在教育部的补助之下 将石头屋改造成古琴和茶艺交汇的艺文空间 石定以东方美人茶和文山包总茶闻名 老街里有不少贩售茶叶的店家 走过这座红色拱桥 可以到对面拍吊脚楼的特殊风景 石定东街靠西边这一侧的房子都使用柱子撑起 悬空在河床上形成石定特有的吊脚楼建筑 老街沿途有几个楼梯 可以通往底下的崩山溪 溪谷溪水清澈 里面有好多不同的鱼类 大家可以来找找他们的踪影 这是一家超过百年的打铁店 还保留古早的打铁方法 可以看到一整排刀具落挂在店门口 还有古董级的打铁炉 满满的历史感 距离老街车程两三分钟的马告香肠 也是石定必吃美食之一 有好多特别的香肠口味 马告 泡菜 桂花 现点老板才现烤 要耐心等待一下哦 现烤的香肠好多汁 喜欢吃烤香肠的朋友 不要错过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